我刚才收到了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消息 一位粉丝同学 他正好在这边当志愿者 然后我们一起来去跟他来见个面 这是能说的吗 这能播吗 能播吗 大家好 抵达卡塔尔的第一天 我们来到了卡塔尔的国家会议中心 在这里我们要首先领取媒体证件 我们现在就到到了领取证件的地方 是在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的地下一层 那我现在就拿到了我的证件 凭借我这张证件 我就可以去卡塔尔事业杯的八大球场 还有包括媒体中心等场所 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一起去媒体中心 来看一看这里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媒体中心的二层 可以看到这边是媒体中心的一个前台 包括领取球票的地方 另外我们再往那边看 还包括邮局等等服务 可以说在这里应该是卡塔尔事业杯的组委会 而与记者接触的一个最前线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设计者的工作间 可以看到这边大约有上千个的座位了 这是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个区域 在设计杯期间呢 设计杯赛场内外的一些信息 都将通过这里来向全世界进行发布 非常开心啊 今天在这里遇到了一位粉丝同学 然后小周他是这边的卡塔尔大学的学生 然后来新闻中心来做志愿的 那为什么参加到世界杯这个志愿的服务中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卡塔尔嘛 然后呢我又在学新闻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我的专业还挺相关的 然后怎么说 我就是想给自己 就为卡塔尔也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吧 那你希望国内球迷感受到一届什么样的世界杯呢 我希望国内球迷能鼓励中国队来看一下世界杯有一天 给中国队施压吧 这是能说的吗 这能播吗 能播呢